一直以来都对陈学东这个演员没什么观感 他给人的感觉有点小油腻 总觉得他没有太多男子的阳刚气质 再加上他的演技实在是有些尴尬 所以他这个人给观众的好感度并不高 不过无奈的是观众不看好他 但是郭敬明这个大boss却十分看重他 他至于郭敬明而言 就像是曾经的袁姗姗之鱼一正 永远都是他们剧中的玉影主角 说起来陈学东是怎么走红的 还真是没有一条很清晰的路线 只知道他忽然间就主演的电影《小时代戏》里 忽然间就成了郭敬明面前的头号大红人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自此之后 郭敬明作品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陈学东都是男主角的头号人选 除非他已经有戏拍了 没有空档 可以说是郭敬明让他一炮而空 因为郭敬明莫名其妙的就捧他 导致二人的绯闻晚天飞 郭敬明曾经在舞台上拥抱陈学东的画面 至今都还有人拿来调侃 二人的同性恋传闻 更是从来都没有断过 虽然传闻晚天飞 两人在公开场合收敛了很多 也为了避嫌 很少在公开场合一起出现 但是郭敬明依旧不顾行人的眼光继续力捧陈学东 不过就两人的外形来看 也不怪网友们瞎想 郭敬明本来就一副小身板 而且奇瘦无比的 陈学东也一副又腻劲 真的很像电视剧中的同性恋的形象 郭敬明早年和湖南卫视的关系十分的不错 后来陈学东上了湖南卫视的综艺 一年级 那时真人秀才刚活起来 有很多明星都跃跃欲斥 可是就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陈学东把握了先机 他也因此狂吸了不少粉 说其中没有郭敬明的影响都没有人相信 后来陈学东主演的好几部剧 都在湖南卫视播出的 下之未至也就不说了 单说他和欧阳娜娜主演的那部剧 口碑简直是差到几点 也不知湖南卫视是怎么挑的剧 说到底还是看在郭敬明的面子上 近两年陈学东的综艺资源多了不少 先是上了北京卫视主推的跨界歌王 后又上了我家那小子 在节目中 陈学东的大一公开 和陈学东的成长背景 可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原来陈学东从小的时候 爸妈就离了婚 他还是个十百家 饭长大的好青年 从小带东家住几天 西家借宿他 为了不被抛弃 陈学东从小就特别的乖 主动给寄宿的亲朋好友洗衣服 成长路上满满的寂寞与孤独 虽然这种桥段过于戏剧性 特别像是苦情戏中的某些桥段 里面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在 但是陈学东儿师应该确实是吃过不少的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剧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剧场